与江泽民同志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功绩 以及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今天上午10时 党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 全国和我国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 下半旗致哀 再过几分钟 我们将为您直播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 江泽民同志 是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江泽民的一生 是光辉的 战斗的一生 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 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真不渝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使之不宜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江泽民同志的逝世 对我党 我军 我国各族人民 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国各地广大干部群众 沉痛哀悼 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同志 194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 今天全体交大人 怀着无限的敬重和敬仰之情 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 永远教育和激励 一代又一代交大人 把交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江泽民同志参与了中国一气 建厂创业发展的重要历程 让我们的民族汽车工业 及时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扬州是江泽民同志的故乡 家乡人民对于他的去世 表达深切的哀悼 江泽民同志带领中国人民 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8年我们在抗洪一线 在逢空来临的危机时刻 江泽民同志不顾安危 登上大地 指挥抗洪斗争 为我们击退洪水 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江泽民同志总是把党和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依据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来检验和推动工作 江泽民同志的优秀品格 和高尚风范 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江泽民同志对特色的建设和发展 去到了重大的制造作用 打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一致迈上新增城 我们要把力量 连接到党的二十大 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团结奋斗 更加大的一些重要的促进的作用 鉴于江泽民同志 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功绩 以及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今天上午10时 党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 今天 全国和我国驻外使领馆 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期致哀 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天 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 默哀时 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 一切有汽笛的地方 鸣笛三分钟 防空警报鸣响三分钟 江泽民同志的逝世 对我党 我军 我国各族人民 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党中央号召 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江泽民同志的一致 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的悼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江泽民同志 追悼大会开始 默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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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